字幕提供 各位早晨,2019年的12月27日 雖然照正常的香港人應該會上班 但是我相信有不少人都請假 所以我相信還是Holiday mood 我相信還是二幾天的program 但是有一個我其實都會想當是 勸一下土共的人 有時候做人的事情 立刻喝得比較好 我本來想先講謝安琪 但是我覺得張華峰 張華峰那裡的死因 我覺得是很多疑問 我昨天在直播都說了 疑問超多 究竟你沒有遺書自殺這件事 我覺得純粹是抑躁症發作 還是有其他事情發生 因為這幾派太多沒有遺書自殺的案件 我覺得其實一視同仁 應該是全部要開死人的調查 你不能夠黑警說一句沒有可以就可以不需要查 因為沒有人會再相信黑警 因為老實說 你在前線的手足或者二時 你可能有不少 可能是一些權貴的後代 不出奇的 每一次革命都有這種現象 說真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 你可能 張華峰那輩子 是不是受最近香港事情困擾的 你要明白 作為一個22歲的人 他身邊的朋友全部都往往的時候 一個22歲的人的老頭 是這麼糟糕的時候 你想想 如果他真的有益 他真的有益 就很硬受的話 張華峰不可以說 他女的死跟他自己完全無關 這個說不通 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 是因為受外圍環境影響 可能那些朋友不跟他玩 因為他老頭是張華峰 有什麼出奇的 你張華峰的人民公敵 不是新聞來的 說真的 你張華峰你看看自己的樣子 看自己的樣子 我覺得 這件事是很清晰的 就是 張華峰的死 當然是不幸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是涉及警暴的 我覺得就是 你當初張華峰身為監警會副主席 你一路維護黑警 其實這個報應就認了在你身上 你不知道你自己去做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 你為了權力去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你真的 我真的大家只能說 你心裡變態有個抱的話 是不是 這個是其中一樣 然後你說 如果是因為 因為 朋友排斥 那 你張華峰要檢討一下自己 究竟你為什麼做人要這樣 你不缺錢 其實 你不缺錢 那不缺錢 你為什麼要做人做個仆街的地步 這個 我可以說 某程度上 現在 對很多 香港人來講 一個很 疑惑的問題 其實 就是 香港很多有錢人 好多人有錢 但是你是不是追求錢去到 就連陰德都不顧 是不是要學中國人的賺錢方法 就是 我只有更多的錢 我有錢越多越好 錢多到某個地步 就是完全不在這個世界 是非曲直的 是不是要去到這個地步 這個是華人地區的特色 就是 那些人經常說 西方社會 那些有錢 我 不負責 美國的CEO 很多都很混亂 這個 很多人都有一個定義的 其實 就是他們那些 但是那些人 你要記住 那些人是打工的 打工的人 做的事情很混亂 我覺得有時候 都無可厚非 因為 本實說 你的董事會 控制不住CEO 那個CEO的權力這麼大 那 他為了他自己的B仔 不責手段 就好像銀行 銀行的人都是 為了B仔不責手段 一樣 這個是 那個 對員工監管的問題 其實 就一直都沒有很好討論過 就是 對這些CEO這樣的級數 去高層員工監管的問題 就是 很多做MBA的課程 就是教你 怎樣爬上去做CEO 但是就沒有告訴大家 你怎樣去監管CEO 這件事 我就對股東是非常不公的 就是 你公司搞出 企業責任問題 就要 那些股東去什麼 這個是不正確的 或者譬如 你現在 現在其實很多 Sellforce 那個市場調查都說 現在的消費者 就是不只買個產品本身 還買個態度 其實 黃色經濟圈 其實是很符合 工商管理理論 其實是 那個Marketing理論 就是 你去買個態度 你為什麼很多 藍要鑽黃 當然是買態度 這個 我想我今天下一集 我要講黃色經濟圈 那個 工商管理理論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的 我可以 就是我是讀雙科出來的 就是我未入 中大讀政政之人 我是讀雙科的 就是讀雙科的人 要不然我不能夠 自己搞 那麼多事情出來的 因為有些事情 只是讀雙科才會學懂的 那 那問題是 你有個理論 就是那些人經常講 Marketing Marketing 我覺得很多人就是 大學出去水 是很厲害的 或者你 騙夠一些金柱 是很厲害的 但問題就是 你出去就不減 但是這個 有時候 就是 你張華峰 這個是反映香港有錢人的問題 當你有錢到某個地步的時候 其實你是 要有 所謂 如果是中國人的說法 就會值得 如果是 在 西方的家族企業 往往反而低調 特別是德國那些 很多好有錢家族 近乎隱形的話 波長新聞 從來不會出現在報紙上 第一 大家沒有興趣看 第二 他們很多時候 是寧願隱形 就是 將自己的生活 盡可能 低調得很厲害 就是他們很多 變了慈善標款之後 就算了 波長都不會出現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就是 當然 這個和上世紀70年代 西德不斷發生 綁架案有關 就是 幾有錢都會被綁 整天有綁票案 我告訴你 還要綁票主謀 去到律師那樣的級數 就是律師去主謀綁票 就是 全德國最有錢的 阿迪超級市場的 其中一個老闆被綁架 最後我發現 主謀是 Dusdorf 一位 爛倒律師 那條肉心就收藏在律師行 那些人 這真是 聽到匪夷所思 那些人 不是說 是 就是這樣 所以 德國有錢的那邊 變得很低調 因為他們很怕被綁票 因為德國可以拿槍 德國 如果德國的賊 真是 execute這些東西 他們就很professional 就是很professional 去做綁匪的 OK 這些東西 就是 你始終那個年代 是德國人要服兵役的 是啊 就是全部 18歲以上 都要服兵役的 德國公民 就是多少全部 都有軍事分別 所以他們 可以很Pro 你知道德國人 你學了那些東西 就很Pro 那用起來很Pro 去綁架 你知道什麼事 就是 問題是 在德國或者歐洲 因為稅務的問題 另一方面就是 他們知道 哦 遇過綁票王 他們可能知道 一些窮人的生活的事情 或者一些 受不如意生活的事情 好了 那接著人力低調 不要在政治上 壓那麼多的財富 要做一些好事 一來就跟他們基督教信仰有關 另一方面是 他們被綁票會有反省 但是 你看到香港 有一個很差的情況 就是 張子強綁票都 綁得很離譜 我相信 香港有錢的反省那些嘛 叫中國政府抓了張子強去槍斃 那就是 完了 為什麼這麼久以來 香港的大財團 有這麼多公關財政 這些人不相信報應 也不相信 上面有上帝的世界 他們覺得 賺錢可以不擇手 也不需要負責任 賺到多少就多少 這件事很差 就是為什麼香港的有錢人 去到這麼不受尊重的地步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張華峰 為什麼他自殺死 這麼多人 是 拍手清 很簡單 你錢夠多 你呢 你在立法會講的 你平日在政治上講的 你講這麼多混賤的事情 那大家就覺得這個就是報應 我相信 很多香港的有錢人 或者有權勢的人 都不會反省 我相信 我相信最後的結果 就像法國大革命那樣 是 整班革命部門 大批的 和你清算收場 這個機會不小 我告訴你 我可以很嚴重的 幫大家 你為什麼法國大革命 最後這樣收場 整個街頭 整個街頭 那些人頭 是斷頭台 這支 法國的斷頭台 玩得多厲害 那時候也是德國的幫他們改革的 那些科技 就是那個法國大革命系 那些德國的工藝已經很厲害 告訴你 那時候找德國工匠去改革 斷頭台的技術 所以就切頭切得很有效 這件事我覺得 當然不是好事 第二問題是 為什麼你會有法國大革命系 最好會這樣收場 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凡事太盡 就緣分勢必早盡 馬榮成說這句話 是有道理的 你每次都去到這麼盡 OK 你每次都去到這麼盡 你不要緊 你不留有任何空間 你覺得就是 有錢就自己立了 不需要向社會交代 不需要向人世間其他人交代 你沒事就好 你有事你就混蛋 我相信 我相信張華峰到現在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誰的 我相信 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甚至覺得自己很愛國 又愛國又賺到千多好 不是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 大家不會接受這件事 這個事勢已經改變了 已經有一場大革命在來 其實 來了 其實 我現在都勸告那些 香港那些做生意的人 就是 你應該站在黃色那邊 這個不是賭注問題 這是歷史大小的問題 你站在紅色那邊的話 就算你的資產搬到英美 你都會最後被人沒收 你最後都是一無所有 因為 這個中共政權已經去到強奧之目 而且這個是不公不義 已經是喪失人心的 你想一下 很簡單 納粹年代很多那些大財團 最後 是 因為冷戰需要有些給他回來 有些家族 但是最後有些你做得不久 最後你還是要偷回公司 或者最後 可能 他不能夠長期維持那個家族 對那個公司 最後還是要賣出去 你想一下 那些德國戰前的大化學公司 現在剩下巴奧 剩下巴奧斯 巴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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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剩下兩間 兩間左右 有一間就被法國賣了 然後 愛客法吉華就被 被 就變成了比利市公司 他的非禁本業 買了 其實他已經是把自己業務 其實已經 愛客阿華吉華 那個地位已經遠遠不大如前 已經不是以前那間 其實他的地位已經不太重要 只不過他是一個做 photo setting的一間公司 做得很好的公司 就是 That's it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簡單 你 有這樣的過去 很多事情 不敢預理 這個世界 你說很少購入 購入的原因 是因為 他本身還有一部 很強的藥廠業務 這件事就沒得說 因為那是很專有技術的問題 那問題就是 如果你不是做這些事情的話 老實說 你一個大革命 一個網蓋起來 你什麼都沒有 別人不會可憐你 甚至我可以這樣說 我有這種領悟的原因 我是看回印尼華人的歷史 很多人說印尼爬話不對 但是問題是 印尼華人自己苦心自慢 一來有些人投共 二來 有些人以往那些奢侈生活 你不顧周圍印尼人的生活 苦房 你要顯示你的奢侈 和對印尼當地人那種啟示 那種去到盡 這些不是業來的 當然 這些是做業的 對啊 有沒有人會 很多時候 那些粉青 經常用印尼爬話的 抽水做文 就是我第一個 去停止他們 有些人說你為什麼停止他們 我是印尼華人的 很多人 你不要跟我討論 我是爬話的受害者 我比你 比那些人更加有資格說話 但是我不會這樣說話 因為我不覺得 印尼華人在 爬話的問題上 完全是自己是正確的 有些人 哇 分禮顯示牌場 有幾個人競抽 你猜我沒見過 很厲害的 有些人覺得 這樣顯示牌場 是沒有問題的 那個已經是1998年之後 我告訴你 都是這樣 但是當然有些 有些很厲害的 家裏 比如那些小孩 下一代大部分想搞文化藝術的東西 不想做做生意 最出名的那個 丁香煙家族 姓林 最後賣了給Frius Morris 我去過他們的丁香煙廠 看過 一個挺好人的家族 一個對文化藝術很有心的家族 今天他們很多財產的慈善機公會 就是供一些印尼人去外國讀書 提供教育 改善印尼的教育 他們賣了整個家族產業給Frius Morris 之後就做這些 當然有些人說 你香煙 多少是 有欠工 一些不是很見得光的產業 但是 你比較一下 香港也有一個 賣煙仔的 姓何的人 那個他最後是怎樣 他的報館是甚麼報館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幾個字 剛剛才一樣 我們是經歷過這些事情 所以 張華峰的小女死 我不管甚麼死人 如果他自己不做檢討 他家裡的人不做檢討 的話 沒人幫助他 樂運只會繼續來 不會停的 甚至對很多香港的有錢屋 你都不知道 你覺得我現在好人有錢 沒問題 你以為 你跟中共外部一間 一個人蓋起來 你甚麼都沒有 你家族的人一無所有 你真的變成百年孤席的情節 真的 你會出現百年孤席的結局 但我不僅知 你還要那些人 你平日 又不會落手做事 又不會 看宿民間疾富 你叫他由低度去哪有可能 這個不可能 好像香港很多人有錢 說到要走 人都說到 哇 好像很艱難 說走爛 我們就 說到難聽走爛開的 我們這些家族是走爛開的 走爛 如果 印尼華人 誰沒有走爛意識的家族 多少一定有 沒有辦法 我們知道甚麼事 就是 南洋政局動盪 不會怕 一夜之間結束 不會 你過多一二百年 你就有機會 慢慢緩和 我們當然是這樣看 或者 印尼華人 充分同化了 跟當地人 沒甚麼分別 沒有人再對我這些 做文章 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 你看看中萬學的下場 這個文章 中萬學是好人 就是前 紫卡塔的市長 我經常 你說我是不是 不知道香港的有錢人 我不是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 經常都覺得 我對他們的忠告也是一樣 現在這個時勢 如果你想保得住 你的家族 那個未來 你就站在黃那邊 不站在黃那邊 也不要幫黑警做混蛋 如果你不站在黃那邊 張華峰叫做二眼配 演得很乱快 張華峰演得很乱快 真是很乱快 如果被捉我 是張華峰嚇死了 但是 其他更大的家族 隨時 如果真的中國有甚麼巨片 就不堪一擊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 辦法跟西方 你要跟西方打交道 要建立關係 要取得信任 你在說的是要十幾件事 李嘉誠 取得信任 由他能夠成功 我島和記黃寶開始 到現在 他可以投資 歐洲的各大建設公司 就是三個 德爾斯蒂爾勤 和福德凡 基本上是歐洲三個巨頭 他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呢 李嘉誠 李嘉誠用了多少時間 他請馬世人民做大班 很多人覺得華資大人大事 他就不 他就繼續有華人管 他不是 李嘉誠是主動找個洋人去管 他跟那個洋人做老友 那個叫馬世民 是以前法國外籍軍團的軍人 他找 甚至今天 長和系 很多公司都是由洋人管的 你想想 李嘉誠可以今天這麼發 他不是真的有個理事力強 他看起來很清楚 他的兒子李澤巨 我已經很有保留 我告訴他 李澤巨搞不搞得好 我已經是一個大問題 李澤巨的做人作風 很典型的香港人 我只能說一句 霍建靈那些我是很有保留 我也可以直接這樣說 就是說 投資一個企業 你是不是投資了 那些人身上 你自己這樣 李澤加反而好一點 李澤加就有他老爸的作風 你這樣可以找艾維朗 就是以前的電訊管理局 做得最好的那位局長 看著香港的電訊 不簡單 李澤巨不簡單 這個人 他有他老爸的 有些 韌力在這裡 其實 你看不到的 這些很少人跟你說 但是我可以這樣說 張華峰這個 有些事情 很快看得出來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很公平 很多事情是剛剛好 你不知道為什麼是剛剛好 你不知道 但是他總會剛剛好 有些事情 人類很渺小 人類算得什麼 我今天第一節就說到 第二節我會說 有關 黃色經濟圈